字幕提供 2023年年度回顧 好好的省事過去的自己 重新出發 我們就開始吧 為了2023年的故事開端 我們必須先把時間推到 2022年 由於在2022年時 汪跟夥伴們把 1.9經營的有聲有色 並且汪與伊香寶有所往來 在2023年年初的時候 猝死了伊香寶 一年一度的 新年紅白對抗活動 跑來詢問是否能 用1.09的地圖檔 製作一個外傳活動地圖 沒錯喔!拍片伺服器 與日式類RPG伺服器 伺服器級的 超大型聯動 而在這個聯動中 我們的伺服褚肉醬 他成為了最大的受益人 他所建模的材質包被編入了伊香寶的特產裝備中 他超自豪 與此同時 汪汪也跟我一直有往來的好兄弟 那個Minecraft模組 重度稱英澤小白 初次一起在同一個模組伺服器中 一起連載了長篇模組系列 有栽變思潮的史詩及阿白白 超硬核RPG生存的狗與地下城 兩個都可以說是 汪目前為止拍的最滿意的模組系列 最重要的是 能有事沒事偷窺小白的進度超有趣 最佳觀眾席 三個伺服器玩著玩著 不知不覺就到了三月底 當時 伊香寶的香港夥伴計劃來台灣遊玩 伊甸的夥伴聽到這個消息 也順便計劃了限下團聚 並且在同一週 阿絲又邀惡了汪汪 參加了第二次的千鐵戰爭 想付的約實在太多 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藉口呢 於是汪汪就忍痛的 結束了我 長達三年一千兩百一十八天 的每日影片更新修行 而關於汪汪這三年的經歷 我原本會以為我沒什麼好說的 但在我打文稿的時候 我越打感觸越深 一不小心就變成了千字文 因此還請各位留給汪汪這部影片 超過2024讚的喜歡 如果各位還想聽更多 老汪汪講故分享經歷的影片 我們終於倖存到2024年了 達標這個戰術 我們就來另外做一部講談影片 來把汪汪這三年來的日更心境變化 分享給各位 緊接著4月 Minecraft 1.20的更新情報 越來越明確了 由於1.20的玩法變化之大 伊甸的夥伴們開會討論 最終決議要汰換世界 讓伊甸影9的地圖邁入歷史 往來來這時邀請了我的老朋友巧克力 作為最後的壓軸嘉賓 見證了伊甸影9的最後景色 還給他看了一把酷酷的紅色斧頭 伊甸的小夥伴們不知為何都超爽 在一屆高一段落的5月 紅月突然又得到了神秘的宇宙啟示 對 有 他每年都會突然精神振奮個這麼一兩次 但也不算壞事啦 在1.20DAVIN前 他緊急號召了一個 1.19紅月接力生存 由汪汪接下了第4棒 而這次的接力生存 也由於汪汪不再有日更壓力 我完成了我今年最滿意的一部影片 使出渾身結束的99天 蓋狗屋生存 並採取了影片中的片段 第一次的嘗試自己做了Shorts 也就是那一個如何Minecraft蓋狗屋 獲得了43萬的觀看量 也算是第一次跟大火放出的消息 表明了 我其實超想做Shorts 我現在終於有空了 我們來開稿吧 之後6月 1.20正式來臨 伊甸除了同期世界外 還加入了許多新夥伴 有老朋友的尼亞斯小牛冠冠 超級Minecraft新人 老陳婉婉一軍 跟VTuber有老戀Minecraft背景的VTuber 三毛與爸爸有哥 跟片頭推薦進來的 新人逸靈 這邊我必須好好湊一下片頭 他進來的是一個真正的Minecraft新手 我不討厭Minecraft新手 我要先說 但是把別人帶進來 要不帶別人玩 結果新人有事 都跑來跟我求救 有夠不負責任 我真的很想掐死他 再題外話一下 最近紅月的戀才生存完結了 之後的影片呢 他打算不上字幕 他的字幕師 蹦蹦查 就失業了 紅月作為失業補助呢 把他抓進伊甸拍片 讓他支力更生 所以我說啊 紅月 你會好好照顧蹦蹦查對吧 之後不會變成 我要照顧他對吧 對吧 對吧 總之 因為有新朋友加入 玩伺服器最怕的就是 新玩家 舊玩家間 沒有互動會產生隔閡 汪在六七月的主要中心 就是在伊甸有事沒事去找一下新朋友 也沒幹嘛 隨便聊聊 排解陌生的氣氛 增進彼此的認識 除了伊甸的新朋友外 汪也來這時多晚從觀眾中 海選字幕師 認識了我先認的主字幕師 朗夏 是個還蠻多才多藝的傢伙 除了精通AI軟體的使用外 沒委託的時候會騎車送送歪送 家裡是賣咖啡豆的 所以對咖啡有一定的理解 雖然他本人並不喜歡咖啡的樣子 比較重要的是 他會寫寫音樂 有VDuber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委託他看看 今天的字幕 沒意外 也是朗夏上的 也因為有朗夏的加入 雪野英媽媽才能光榮退役 去當他的VTuber 我們謝謝朗夏 也祝福雪野英媽媽 時間推移到了8月 由於之前的殭屍模組 實在太好玩了 小白又開了一包對岸製作的 光芒消失之日 汪也加入了其中 必把標題直接叫做 死獅集阿白白2 中途還拉了回過Minecraft的 1點心夥伴 超喜歡槍戰遊戲的妮亞斯 一起到小白的伺服器 多人混戰 蹦出了更多的小故事 其中最特別的是 因為汪玩模組的方式 可能是格外的奇特 引起了魔組包作者 伊布的關注 被作者塞了很多 舊版尚未修改的BUG資訊 變成了汪的牌片題材 又由於光芒消失之日 是個有完整劇情的 末日生存魔組包 還從伊布那邊得知到 許多魔組包 續作劇情的製作計畫 算是個還蠻特別的體驗 有興趣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看看 汪史詩集阿白白2 最後一集的置頂留言 同樣也是8月 紅月的接力生存完結了 紅月立刻執行了 他第二個原定的計畫 1.20無限制接力生存 顧名思義 你想幹嘛就幹嘛 要開創造 要打指令 要變成模組生存 都不是問題 汪也在9月的時候 接下了第5棒 拍了個 複製BUG介紹影片 雖然發揮的沒有 99天蓋狗屋那麼好 但也算是我近期還 還蠻滿意的影片之一 這個無限制接力生存 現在還有再繼續接棒下去 而且往後面的棒次 有一堆的建築小能手 創造了許多的知名地標 大家有空的話 都可以來去關注一下這個系列 特別再宣傳一下 我們紅石口袋 我們大紅石口袋的鬼鬼 他那一棒秀了一堆的指令操作 很精彩 可以去開開眼界 而剩下的 10、11、12月 也就是比較近期的事情 暑假結束已久 汪汪的神經變得沒有這麼緊繃了 發片頻率變得沒那麼密集了 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大多心思都放在現實生活上了 包含了汪汪在計畫 要買新的電腦 但我房間空間 囤積了我日更三年累積下來的包裹 所以我花了數個禮拜 慢慢進行了房間的大掃除 11月底還參加了Wireforce 也就是台灣一年一度的大型電競派對 成功跟熊頭三毛 現下人情到了 久違見了老朋友黑羽跟鳥鳥 最重要的是聽了 新世紀福音戰士EVA的OP原唱 高橋揚子的現場演將會 聽到了冤鷹版的殘酷天使 大鮑爾福 最後12月 行程排滿滿 爸爸又哥跟學穎媽媽來台灣旅遊 片頭聽到 也忍不住買了機票跟商 1.3位 香港與馬來西亞夥伴來台灣的消息 連紅月都不設孔 打算來露個面了 不知不覺就湊成了一個 26人的伊甸尾牙大團 這回的聚餐 尼亞斯的女朋友 貓琳爾還有備而來 以海尼根做的 1.20LOGO為原型 製作出了 一系列的造型餅乾 送給了大家 特別有紀念價值 超捨不得吃 還有啊 我忘了在想 我要不要說這個 塔巴斯口真的超正超大 大到 我聊天都不敢正視他 生怕我眼神看錯地方他告我 對 真的是很難得的一次大型團訓啊 未來可能很難再超過 這種人數的大吧 而後隔兩天 片頭逛台灣 逛到了台北來 往往就跟肉醬 帶著片頭 晃晃我們家做招 主要是 國父經驗館 看賓館走秀 台北101 上頂樓觀景台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上去 台北人通常不會想上去 晚上到饒河夜市走一早 簡單不匆忙的一日行程 還去吃了片頭夢寐以求的 鐵板燒和牛 吃和牛這邊還有個插曲 那天汪媽 對我媽 她心情特別好 把我攔截了下來 把片頭跟肉醬的餐廢全包了 不得不說 看射牛汪媽 不斷的對 射恐片頭灌金湯 最後再收他們當乾兒子的過程 真的還蠻有趣的 那個小王八蛋 今天終於收到子財了 至於汪媽究竟有多射牛 如果你們夠了解汪汪 根據目擊證人肉醬所言 我可能只是汪媽三層不到的公里而已 怕了吧 一切的線下聚會結束後 大家又回歸了拍片日常 而天蛇跟肉醬在這時 還幫拍片的大家 準備了一個返鄉大禮 就是我們近期看到的那個 耗死了兩個月進行建築的 1.20聖誕春 讓大家在聖誕節 有一個可以聚會 拍片互動的舞台 也可以1店的2023 畫下了一個美麗的尾聲 以上 就是三尾目犬這個頻道 在2023年的年度回顧 我們結識了更多勇敢的靈魂 充實且精彩的一年 希望今年汪也能有 不輸 甚至是勝過去年的精彩體驗 與全新邪後 2024還請各位多多指教 今天就這個樣子 留言說 2024新年快樂 感謝各位收看 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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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煎母湯 嗯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明天 我來因為